可是这枪一响 那几辆部战车就得回来 一百毫米低压线躺跑 三十毫米机关炮 七点六二毫米撤载机关枪 想怎么死 这玩意带少了 是 还是留着吧 关键的事和在于 我说 咱们怎么呢 接着绕啊 我去 信号又出现了 还在里面的位置吗 在 这太可惜了 我们从这儿现在过不去啊 我有预感 这次咱们的方案是定错了 昨天 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图防 敌案我名 我们手里没有武器装备 所以只能选择绕道 我们只要绕开敌人 设置的这张网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而今天呢 我们的任务是搜救 我们除了保全自己以外 还要把生死不明的 飞行员给带回来 而飞行员 就在敌人的控制区域内 所以我们无论怎么绕 都绕不开敌人的控制区 绕不开这张网 可是飞狼说过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跟敌人交火 一旦交火 就会陷入他们的围攻 所以啊 我们被飞狼给误导了 你们想啊 现在敌人是三步一稿 五步一哨 我们一起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黄宝贵和石磊 他们不是霹地火的吗 姐姐 别动 林小泉你干什么呢 把罪奖结果放下 小泉 你冷静一下 你可千万不能报告 你要报告了 俺们哥俩可就惨了 我跟你说 站住别动 没动没动 没动 黄宝贵 石磊 你们什么情况 还能什么情况 走累了 渴了 见着自己兄弟了 淘点水喝 是是是 这不合规矩吧 现在是军事演习 你们是敌军 我说林小泉 你怎么越来越轴了 当班长当出官架子来了 不是你当新兵大子的时候 我教你打枪了 班长 班长 他们不会有什么轨迹吧 我们可别叫你清醒 赶紧报告 吴远 你这个新兵蛋呢 你你咋这么聪明呢 以前我可对你真不薄啊 你现在跟我玩人走查量 是不是 你说这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兄弟 你至于吗 这么认真 班长 这你都能听得见啊 他耳朵淋着呢 黄宝贵 石磊 虽然咱们是一个牌的兄弟 可是 现在是军事演习 确切地说 是你们在考核 临出发的时候 连长可是三令五声 谁要是不把演习当回事 犯了错误 立马滚蛋 这样吧 也别说我们不讲究 你们俩赶紧回去 我们就当没看见你们 这样总行了吧 还真是人走查量了 得得得得 我们兄弟领情了 水呢 得给一壶吧 班长 算了吧 抬头部间地头剑 咱们是协助部队 何必呢 给他们 宝贵司令 接着 宝贵司令 接着 你口快点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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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喝两口啊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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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壶呢 看来啊 看来啊 他们还真是可坏了 嗯 放着好好的警卫连不待 非要去那个地方受苦 自找的 好歹不用走院 我听说石磊最担心走院了 听说过 他有过倔爹 没了 没了 没了没了 还是兄弟 兄弟 那个 把糊糊还给你们吧 来 来 接着啊 接着 你扔准点啊 这回准了 来 卑鄙 无耻 你们还好意思骂人 我在的时候怎么跟你们说的 警卫连 警卫连 你们责任重大 是敌是友都分不清 你们就这警惕性 言训就是实战 这个道理还用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吗 算了算了 算了 那个 宝贵他脾气有点暴 你们别往心里去 放心吧 就今天这个事 俺们哥俩肯定不往外说 对不对 咱们还是老战友 石磊 要光是广宝棍 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我是看你平时老实我 那是实在 可是俺也不傻啊 不要等着 他们都阵亡了 你来跟警卫连长说吧 俊磊 你说吧 你说 你跟连长熟 你说 好